Mazda的GVC系統 今天我們來進行的一個是網友體驗 Mazda的GVC系統的一個試駕活動 讓大家可以詳細的體會一下 GVC這一套系統對於操駕上面的幫助 所以呢我們安排了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高速測試 就是在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行駛的時候它的穩定度 再來呢我們做一個繞墜測試 讓大家在一個封閉的場地 來進行一個極限的體驗 那第三個部分我們會拉到實際的道路上面 在山路上來實際體驗GVC系統 跟沒有GVC系統兩者之間的差距 在高速的部分我覺得說它的爆發力會比較很夠 然後就是在行駛過程中就很輕巧 然後舒適感也不錯 確實在側傾上面或過彎的穩定度上面都有比較高 方向盤的部分我覺得就比小改款的部分還要更好掌握更輕盈 那掌握度也更好 在底盤的部分我是認為說它在整個的安定性跟整個的懸吊的部分 就是說你的觸感就是說你身體整個的感受會更好 方向盤確實在修的幅度上面 而且倒不用太費心去調整新舊管的差別 那高速的穩定性我覺得新舊管都有不錯的表現 改款前可能比較需要抓穩那個方向盤 然後可能就是會有一點晃動或者是有一點偏移 可是改款後的就是可以很安穩 就幾乎不用抓幅度方向盤 它也可以就是很穩定的往前 換到新款的時候就會覺得 歐洲車那種感覺好像出來了 就是越來越穩定 然後方向盤掌控讓你比較有自信心 不用說一直去修正 那也會不會有那種飄逸感 那舊款的話可能會有一點稍微略有飄逸感 因為GPC系統剛剛小天有提到嗎 它會有幫你抑制前後配重的那種感覺 對 繞追的話因為它會比高速過彎來的再緊急 距離也會再比較短 那所以它在整個側頸上面的側頸的幅度上面又更小 轉彎的部分來講的話 它會覺得還蠻駕輕舊手的 那就我剛剛駕駛來講話 那至於說在舊款部分我覺得好像 好像沒什麼差異的感覺 都還蠻 因為剛開始會覺得很害怕說 會過不了彎或者說在U型的部分 或是急速轉彎的部分會有點害怕 可是剛剛兩組的舊款跟新款的駕駛下來 我覺得都還好都沒什麼問題 那在後座來講的話就會明顯的感覺有差 新的話比較浮動沒那麼大 那舊款的話就會浮動稍微比較大 我覺得比較明顯的差異就是側頸的部分 就是說在小改管之前 它在側頸的幅度是比較大 有GPC的部分我覺得說在整個掌控的部分 車身有點感覺就是說會被你拉回來 所以你也不會覺得說側頸太過大 剛好我那兩個跟我同車的算隊友吧 一個開車比較激烈 一個剛好比較溫和 那如果以激烈操控來講 基本上其實我覺得GPC 可能並不會 就算有介入可能會感受比較不那麼明顯 但是如果是一般的這樣子 定速在30、25這樣的話 新款的部分確實 你的晃動部分就會比較舒適一點 對乘客來講 其實新款這個功能應該是有效的 對阿舊款部分就可能就 可能就比較沒有那個 晃動可能比較明顯一點 在低速大概時速低於30的時候 就是那個很快速的去做急轉的時候 有GPC系統就是舊款的感覺 感覺那個急轉的時候的那個 內容被拉扯的力道會比較大 但是新款的就是在 時速大概30左右的時候 那個拉扯力道明顯 就感覺它 應該是有幫你做修正 就是感覺會比較 拉扯力量比較小會比較安全 走在後座的時候也是就是 會感覺後座 就在一些比較極限操駕的時候 然後新款的車子感覺 比舊款的還要就是 就是感覺沒有那種被丟來丟去的感覺 就會感覺比較做得比較安心 剛開始做的時候是沒有GPC 那我們可以很明顯感受到 過彎就是會有傾斜的動作 那有GPC的感覺就是說 它有開始幫你抑制了 抑制感覺上就是說 整個乘客包含駕駛人 都不會跟著這樣甩 可能抓的感覺會更好一點 方向盤的那種感覺 過彎啊 可以馬上就是很精準的這樣就抓過去 不管你在舒適上面還是寧靜度上面 還是入彎出彎的加速的順暢性來講 都會給駕駛者比較大的信心 以這個級距這個價位的車來講 確實會有駕馭的樂趣存在 但是又不會離一般我們房車的那種舒適感 並不會偏差太遠 如果再選一次的話 我相信我在Focus跟馬山中間可能會很難抉擇 可能會有這樣的一個 今天整天這樣開完之後 可能會有這樣的感覺 因為兩台車的調性其實還蠻接近的 一樣都有五門四門 一樣都有算是比較有自己的風格的一台車子 慢慢地提高自己的產品價位 那就是會覺得說 車輛這樣子一個品質性來講 對消費者也是蠻不錯的 那只是說提供給大家更多的選擇 就是對操控這一塊的話 有需求的消費者是一個蠻不錯的選擇 小改款之後它的荒動力會比較小 而且就會很順順地 就會沿著你的那個雙黃線部分去抓 對那就是很明顯 雖然這兩代可能之間差不久 可是很明顯的就感覺到 那個不管是內裝動力 還是裡面那個開起來駕馭的感受 有蠻多進步 對那就大概六七十萬起跳的這個等級來講 其實超乎我的想像